我们要把以下的时间教命伸手里 求主你高默讲台 高默在座的每一个人 也高默你的夫人 我来释放你的话语的时候 主啊,让我讲的你一句话语 都能够帮助到他们 让他们能够跟心情监督 更能够接近你认识你 把自己跟鬼神比基督 我们感谢在命里 把以下的时间教你 圣灵了你自由的运行的动工 做你要做的事情 你在我们生命当中做动手术 动刀 让我们成为塑造我们 雕刻我们成为 一来一样的制度一样 主我们感谢在命里 如此的祷告奉耶稣的名大奖 Amen Amen 我们今天来到第二个系列 就是讲到斐利门 我们用斐利门的背景来讲 这个基督的爱 今天的主题是高慧的灵性 Amen跟你分享 上电话以后跟人讲个笑话 可能你听过 可能你没听过 听过的你就 bear with me 有一个男子 有一天在街上走的时候 他突然间肚子很痛 然后肚子很痛 在街上里 不能随便去找厕所 OK 他就找 他就看到附近有一个火锅店 我吃火锅的店 然后走进去的时候 哇 满座都是满座 很特满 然后厕所也是很满了 然后看到这个 这个restaurant 原来是有楼上的 可是他放二楼为修中 就是在修理当中 然后呢 可是他太急了也不管 就爬上去楼上 楼上的时候呢 他说也是放三楼包说 厕所不能用 暂时不能用 因为修理当中 可是这个人呢 被打喊了 因为很要很急了 所以他不管三七二十一 就从进去那个厕所 就解决他的人生大事了 他解决之后 很舒服 舒服好舒服的时候呢 走下去 底楼的时候 他走在底楼的时候呢 他发现到 刚才进来的时候 满座的人都不见去了 都跑去那里 他就问服务生 就问服务生 诶 刚才 人那么多 人去了那里 那个服务生就跟他讲 刚才 刚才 忽然间 在天花板 有大便掉下来 刚才又碰到那个风扇 把那个大便 碰到满 满个满楼都是 你真是幸运啊 你没有中 这些话是要告诉我们说 有时候啊 人家给那个指示啊 指示啊 我们有时候要听的 我们不能就自以为 自以为 不要紧我们做我们自己套 结果呢 害到很多人 你影响到很多人的生命 所以 一样的 圣经也是一样的 圣经告诉我们说 你信了耶稣之后 你必须要遵从上帝的话 如果你只是来教会 你又不管自己的生活 又不想跟从 圣经所讲的生活呢 跟圣经跟你遥遥相远的话呢 真的是 你没有跟进去 你会遇到很多很多 不必要的麻烦 OK 今天我们回到 来 腓立体书 我稍微再讲一下背景一下好不好 这个腓立体书是圣经里面 全本圣经 就业和信业主义管的一本书 整本只有25届 然后在希腊言文只有337个字 然后 如果用中文的字母来算呢 就807个字 包括标点符号 然后 这一本书呢 在所有的解经家里面呢 他们说 这本书是价值连成的宝石 然后 然后 胜过世上所有的智慧 当这些人讲这些评价之后 他有没有扩张 他没有扩张 其实都没有扩张 其实保罗在处理 他写这封信 在处理一个很棘手的问题 我们看到保罗用智慧破解这个问题 这本书的主人 人公是叫斐利门 大概是叫斐利门 斐利门 斐利门 然后呢 另外一个 另一个主角叫阿尼 阿尼西姆 斐利门 斐利门是一个 是那个 收信的人 然后 保罗写信给他 是为了要求情 与斐利门说 有一个 他家里的一个逃奴 叫阿尼 阿尼西姆 他曾经在斐利门的家做奴隶 然后逃到罗马 结果没想到得救了 信主得救了 生命改变之后的阿尼 阿尼西姆 和保罗都觉得说 他应该回到主人的身边 可是你要想 我有讲过 要回到主人的身边 是要付出很大的代价的 一个逃奴的 逃奴的代价 当你逃了被人捉回来的时候 那代价是大的 他主人 可以随心所欲的 哪一个很烧着铁 烙印在你的耳朵上 为什么要烙印在耳朵上 使你以后再逃的时候 人家都看到你是逃门外的 这是最轻的一个判决 重的判决呢 那主人能够自由的 随意的 将你钉在十字架上 所以你看到 所以你看到 一个奴隶的情况是这么一样 可是 一个信耶稣的人 才能够顺服 我们看到 福音的大能在耳朵 是有功效的 这个 他 我们有一百个理由 要自然的想法呢 给打死 我也不会回去主人的地方 因为 他要面对这么大的挑战 这么大的一个状况 可是 亚利斯姨 让圣灵 深深的在他身上做工 亚利斯姨 愿意顺服 这个福音 在他生命当中做的工作 回去主人的地方 然后 保罗为了 也写这封信 跟他的主人 菲利门求情 说 你接纳他 然后 我们也知道 这个菲利门 也是 也是信了耶稣 他的太太 亚非亚 而他的儿子 亚基布 也信了耶稣 整家人都信耶稣的 使到整个家庭都有爱心 有信心 能传播到本体 传到 罗马的保罗都听到 原来这家庭是改变的 所以呢 这个整个情况非常是这样 这一本书 是一个求情的书 然后 你注意到整本书哦 保罗没有写 说你一定要释放他 保罗没有写信 说你要释放亚密西姆 可是保罗是在信上说 你要接纳他 你要收容他 你要借待他 所以你看到 保罗没有吩咐 菲利门 说释放 亚密西姆 但是哦 我们看到 从历史的历史 教的历史当中呢 我们知道最后 菲利门 不但接纳了这个 亚密西姆 而且呢 也让 菲利门也让 亚密西姆 自由了 释放了 最后 教会历史告诉我们说 亚密西姆最后 做了教会的监督 也就是 也就是说 教会的长老 那亚密西姆的生命 你会看到 亚密西姆的生命改变 带领了 带领了 居居多多的人 能够帮助了 居居多多的人 能够帮助了居居多多的人 今天一个奴隶 也能够成为 教会的长老 一奴隶 也能够成为 教会中的那个监督 那就证明他 不再是奴隶 他是高过奴 奴夫 他是亲爱的弟兄 唯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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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稣基督 唯有耶稣基督的爱 唯有教会 能够跨越时代 能够走在时代的天端 在两千年前 奴隶制度 是一个很坚固的 是一个很牢靠的 是一个很深耕地骨的一个制度 没有人会改变这个制度 如果你稍微释放一个奴隶 整个社会就动荡了 但是保罗 在那个制度的底下 他没有改变 上司改变那个制度 他却用着上帝的大能 福音的大能 在两个人 制度底下的两个人 一个是主人 一个是仆人 都改变了两个人 改变主人 和改变仆人 两个人在制度底下 制度没有改变 但是制度底下的两个人 都生命改变了 改变了 能够也释放了 而不是因为制度的缘故 而是因为圣灵的工作 和福音的大能 在两头的人 人物身上做工 结果 他自由了 唯有教会 在两千年前 已经能够 有一个 没有意味 没有身份 在教会里面 在神的家里面 在基督里面 能够有这样的 这样的 没有分身份的 我们知道这个奴隶制度 在不久 就是十八世纪末 和十九世纪初 才完全的被瓦解 可是我们看到耶稣 基督的福音 早在两千年前 已经有大有功效 大有能力的 浅在 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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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现在却找不到公平 遇见 你找不到公道 这世界上跟你讲 没有公平的 但是你要找 你要进入这个世界 大同一个 和平和谐的社会呢 你先要解决 并不是解决 那个制度 因为 那个制度 本来是好的 很多社会的制度 是好的 问题 管理制度的人 有问题 我们这个人 就是一个 无人员 是一个问题的 因为我们 本身就是一个犯罪 犯罪 是一个罪人 没有蒙恩的罪人 所以呢我们 上帝要做的工作呢 肥育们告诉我们说表面上是解决 那个努力制度的问题 事实上给你看见了 复印的节路能够解决 远远超过 能够巧妙 解决所有不合理的制度 所以今天 社会的问题 社会很多的问题 不是用制度能够解决的 如果制度能够解决 很多社会上的问题 美国应该是最安全的国家了 问题你看 美国还是很多的问题在发生 一样有强奸 有很多的社会问题 制度不能改变 但是 唯有复印在一个人身上的时候 你会看到很大很大的 能力 我们稍微了解这个人 今天我们要注意 我们要看的 一个主角呢 是保罗这本身 保罗一生当中 总共写了十三封书信 这十三封书信呢 就是他这一辈子 跟从耶稣和信仰耶稣写的十三封书信 第一组的书信是写 最早他写的书信是写 帝山摩尼加前书的帝山摩尼加后书 然后第二组书信是写了罗马书加泰书 哥罗前书 哥罗前书 哥罗后书 第三组的书信就是他在监义里面所写的书 以佛所书 最一笔是哥罗西书和绝利人书 最后在他人生最后的总战 在他被砍头之前 他写了三提书 就是提多书 提摩太前书 提摩太多书 三个提的书 你说牧师你告诉我这些书什么 其实我有我的用意和我的用处 告诉你为什么 这个为什么我要告诉你 这保罗写的是三封书 因为保罗在信念里面的十三 三卷书呢 占了信念的圣经三十八 可见保罗这个人 是被上帝大大使用的一个人 可是在他所有的 这个十八本的书信里面 他得到最高启示的时候 也就是他在监义里面的时候 上帝给他很高很深奥很高启示之后 也就是在他在他最要监义之后 写信给以佛所 腓利比和哥罗西腓利门 也就是为什么我之前 我之前的系列 我跟你们查搞哥罗西书 现在我们跟你查搞菲利门书 菲利门书我们也查搞过了 还有剩下以佛所书 我没跟你们查搞办了 所以看到保罗他在这个 为什么 你看为什么他会在监义里面 才得到最高的启示呢 保罗一旦信了耶稣 他的生命完全投入于基督 他不断的去开关教会 不断的去传讲福音 他从来没有停止过 从来没有懒惰过 从来没有停止他为上帝工作的一个心智 没有办法的底下上帝终于把他监禁在牢里面 他才有空有时间停顿下来 当他有空有停顿下来的时候呢 圣灵刻别给他启示 是《赞以佛所》和《菲利门书》 《菲利比书》和《多罗西书》 最高级书 为什么要讲这个监义书经呢 因为你要了解这几个原因呢 你会证明说 这几本书是同一个时期写的 为什么要知道同一个时期写的那么重要呢 我们来看 保罗在监义里面写的这四封书信啊 都有一个人帮他送信 Postman 这个Postman叫做推积谷 推积谷是一个帮他送信的人 我们在以佛所书的第六章最后端的时候呢 他有讲到 敬有敬爱忠心服侍主的弟兄推积谷 他要把我的事情并我的境况如何全告诉你们 这里能知道 然后在《哥罗西书》第四章第七点说 由我亲爱的弟兄推积谷 要将我一切的事都告诉你们 他是忠心的指示 和我一同做主的夫人 我们看到这个从这两处的经文证明说 其实以佛所书和《哥罗西书》是一个同一个时间写的 包括腓利门 腓利门可能是 就是《哥罗西书》本身拿着这封信回到主人的家 然后就把这个信交给他 所以同一个时期写的 现在我们能够看到和能够证明这三封书的关系是同一个时间写的一封信 那也是保罗在监狱里面得到最高启示的一封信 那我要告诉你做什么 因为圣灵在保罗身上推使他写以佛所书《哥罗西书》和腓利门书有一定的特定的关系 因为这是保罗在监狱里面写的四本书信 也是保罗领受最高启示的书信 也是得到启示最高峰的时候 以佛所书告诉了我们什么呢 我们稍微了解一下 以佛所书告诉我们教会是基督的身体 《哥罗西书》告诉我们基督是教会的源头 没有了这两本书信 我们教会就失去我们教会的本命和责任 要不然你今天聚集在这里 你毫无一意的 为什么要每个礼拜聚在一起呢 就是在《哥罗西书》和《异佛所书》会告诉我们说 我们教会该得去何从 所以保罗在《哥罗西书》和《异佛所书》领受的启示 关于教会关于我们 今天我要回答 所以这两本书告诉我们教会和基督的关系 以佛所书是从神的角度讲起 他总是站在楚天的位置来谈教会 《哥罗西书》呢 是从基督是源头 是万有的根本讲起 他总是以基督为中心 今天我们要问一个问题 像保罗得到这么大启示的一个人 他是一个怎么样的人 他是一个怎么样的人 在《异利门书》里面 我们现在查到《异利门书》里面呢 告诉我们一个得着很高启示的人呢 他的姿态往往总是最低 当你读《异利门书》的时候呢 你万万没有想到 像这样得到大启示的大师徒呢 他连在写信的时候 称自己是师徒的名闲也没有 你注意到保罗的十三封书信呢 他一定开头说 做神师徒的保罗 写信给什么什么教会 但是在《异利门书》的时候 他没有这样子 他是一个使徒 他有权柄 他有地位 可是他从来没有用他的权柄 用他的地位写信给异利门 他写给异利门的时候 他怎样开始呢 我们来看 圣经说保罗自称 这里很难看到啊 为基督耶稣被求的保罗 他一开头没有说我是使徒 所以你要听我 我是某某人 可是今天我们看保罗在《异利门书》的时候 他说 为基督耶稣被求的保罗 同弟兄提摩派 写信给我所亲爱的通通 《异利门》 今天保罗自称自己是基督的奴隆 事实上我们知道为什么保罗会被捉呢 保罗是因为传福音 然后罗马帝国的君王叫尼罗王 把他监禁在监狱里面 可是今天保罗却说 我是为基督耶稣被求的 他没有说是因为罗马的国王 罗马的君王把我关在监狱里面 他说是我为耶稣被求的保罗 我为耶稣被监禁的保罗 他的眼光 属灵的眼光是不同的 在人的眼光 他是为罗马的君王把他关起来 可是他在探用属灵的眼光的时候 他觉得是 他本来是自由的 可是为了基督的掩护做了母亲 所以呢 在保罗的感觉上 在保罗的感觉里面 他的第一位跟这个亚尼西姆是奴隶同样一位 他没有看自己是使徒 我建立那么多教会 我传福音给那么多人 我是很了不起的人 可是今天我们看到 保罗在菲利门写信的时候 他是一个很渺小的人 他告诉菲利门说 我是一个被囚禁的人 还有一首歌 我是一只被囚的鸟 他不是一个被囚的鸟 他是被囚禁的一个死物 所以我们看到保罗的身份的时候 你会看到他把自己放得很低很低 低到一个程度他跟亚尼西姆一样 他跟亚尼西姆一样是奴隶 可是不同的是呢 保罗是心甘情愿的做基督的奴隶 亚尼西姆不是 亚尼西姆保罗愿意做爱的奴隶 他愿意站在奴隶的地位来求菲利门 他没有站在大使徒的身份来去求菲利门 这就是我们认识我们在菲利门的书里面 我们能够看到一个真实的保罗 我们继续来看第四 保罗求菲利门 为基督耶稣被求的保罗 从提摩太写信给我们所亲爱的同工 菲利门 我虽然靠着基督能放胆吩咐你合一的事 然而像我这有年纪的保罗 我现在又被为基督被求的 宁可凭着爱心求你 保罗是一个使徒 不要忘记 他可以用权柄去吩咐 菲利门 我是使徒 我现在吩咐你 来跟亚尼西姆和好 你们不要吵架了 OK了 他可以用他的权柄 可是我们看到保罗 没有用权柄去吩咐他们 他可以用 可是他没有这样做 一个有权柄而不用权柄的 圣灵一定在他身上有很深的工作 因为保罗在这件事上我们看到了 他像很像耶稣的心肠 很像充满了上帝的属性在他身上 耶稣也是一样的 耶稣能够赶鬼 能够医病 能够叫五百五千人 为保五千人 行各样的神迹其事 当人家要拱他 要捧他做网的时候 圣经说 耶稣总是独自推到海边去祷告 耶稣总是独自推到山上去祷告 这就是耶稣 他不爱彰显自己 他不爱表明自己 他不爱写入自己 但是我们人往往稍微有一点权柄的时候 我们就很滥用权柄 或者很雇用权柄 只有一个人愿意服在耶稣基督的权柄下的一个人 才有真正的权柄 保罗是这样的人 他灵肯平爱心求 当我们读腓利门书的时候 我们不仅能够认识到亚义西姆 我们不仅认识到腓利门 在这里更要紧的 我们认识了保罗这个人 保罗求腓利门 有用两点来修 第一点 他求什么呢 他用什么来修 第一点 我像我这有年级的保罗 保罗说 我已经是有年级的保罗 保罗是在这里 让我们看到他说 他在基督里是有历史的 他凭着基督在他里面的雕刻 他充满着基督丰盛的生命的流露 他在这里腓利门的时候 你会觉得 这个样的人哪里可能写这么高启示的腓利 以佛所书和哥罗西书呢 但是我告诉你 他就是写这么高启示的 福音 我们看到 福音不止征服了腓利门这个人 福音也不止征服了亚尼西姆这个人 我们看到福音也征服了保罗 他本人 在腓利门书里面 因为我们认识了实实在在的保罗 他让基督的生命完全来充满他 他所以 他说他是一个有年级的保罗 他是一个有历史的人 有年级的 他不是站在这里 他不是医老卖老 他要让我们看见 他有一段很长很长的历史 他求腓利门 腓利门你看 我这个老家伙 他不是说我已经是很有经历 很老 很老 老资格 而是说 我这一路走来 我的生命是 是跟迷路 你不看在 你不给脸给我 你也不一定要给我面子 但是起码你纪念我这个人 我这个人呢 在教会 在服事上是有历史的 你纪念我所做的工作 我哭出 我来求你 你不给我面子 没关系 你起码你纪念我是一个 为主做工的人 就把我来求你 第二 保罗向腓利门求说 他是为基督被学的 这里呢 刚才我们看到 他凭着基督的生命 在他里面做工 因此成为一个有年纪的保罗 如今 他凭着圣灵在他身上的雕刻 他天天背起十字架 因此他失去了自由 我们看到十字架 他身上有一个印记 十字架在他身上是有伤痕 人的 我只要你有看到 保罗身上的锁链 他是被求的 他就是这样的人 许多时候 我们很 很常 很常想说 如果我能像保罗那样是最好的 让上帝来使用我 让上帝使用我 像他有这么样有意向 这么样有启示 能够写以佛所书 能够写哥罗西书的启示 但是我要告诉你 光有一项没有十字架的工作 是不行的 一个真正有趋势的人 他的趋势不是流于欢喜的 他的趋势呢 是实行的有实际的 是一步一脚印的 他在腓立门书里面这些的表现呢 是因为他看见所看见的 他完全受这个取释和意向的支配 所以保罗说 我从来没有违背那天上 天 从天来的意向 常常说 常常人家问我 牧师啊 为什么我常常听到这个人 看到意向 然后又发梦 上帝给他梦 上帝给他意向呢 而我我就没有呢 我就告诉他说 上帝只会选择 给那些人 要看意向 但是不是重要要看意向 而是能够顺服意向 如果 如果上帝给你看了一个意向 或者给你发了一个阴谋 而你不愿意顺服的 他给你要做很多愿意 明白吗 所以我们生命当中 必须要让上帝在我们生命当中做好 常常人家说 哎呀 为什么上帝 我们常常听到有一个弟兄 或者一个姐妹 常常听到上帝跟他讲话 为什么上帝从来没跟我讲话的 我说 上帝有啊 有上帝有跟你讲话 上帝已经准备好整本圣经跟你讲了 由头到讲道尾 可是你从哪里没翻来看 如果你圣经都不读 你怎么期待上帝跟你讲话 所以 我们生命中有没有 我们生命呢 上帝很希望在我们生命当中 不断的东东 不断的对我们讲话 不断的启示意向 我们是活在一个时代 圣经讲我们主的灵灌溉凡有邪气的人 我们是有邪气的人吗 有血吗 有气吗 对每一个人 圣经讲说 凡有邪气的是主的灵要灌溉凡有邪气的人 然后呢圣经讲说 少年人要见意向你 你觉得你还老吗 你不老你应该有意向的 可是你说我很老了怎么办 没关系 圣经讲少年人要见意向 老年人要见意向 这是每一个基督 现经每一个基督 应该有的生活标准 今天如果 你圣经当中缺少了 缺乏了意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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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题就存在了 上帝要对你讲话 上帝要用不同的管道一直来对我们说话 问题 现在问题不是上帝说不说话 问题是我们准备好没有 让上帝来对我们生命中来说话 有了年纪的保罗 就是讲到基督 保罗让基督的生命在他生命当中做过 为耶稣基督被求的保罗 也是讲到 保罗愿意让十字架的大人 十字架的雕刻在他身上做过 因此呢 因为这样呢 他就能够劝亚尼希姆 他的地位拉低了 跟亚尼希姆一样 所以亚尼希姆不会说 哎呀你都不知道 你都不懂 你不了解我的心情 我是努力 哎呀你看我都没有地位 你看我都做得好像狗这样 人家不把我看 但像人 当我能看待那样 保罗说 不要紧别忘 我也跟你一样 我为耶稣基督的 我为耶稣基督的颜固 我跟你一样做上多数 我本是一个自由人 但是我为了耶稣基督的领固 我今天跟你的地位是同样 所以呢 因此呢 他能够劝亚尼希姆 所以保罗说 你当效法我 因为我效法基督 你跟从我 你学我的榜样 因为我学基督的榜样 我们来看保罗如何学基督的榜样 我们来看保罗 一生当中 我再查 再研读 回来一本书 上帝给我一个看见 小小的看见 很奇妙的 保罗信主到被砍头 总共有三十三年 他信了耶稣和 侍奉主到 他被为耶稣来殉道而死了 总共有三十三年 这三十三年 我们把它分了三个 三个阶段 每十一年 十一年 十一年 那我们耶稣基督呢 三十岁出来讲到 三年 他不断的服饰做工 服饰做工 到最后的半年 就准备被钉十字架 然后圣殿 很巧妙的 没有特别的 就没有特别把它放在一起 但是我放在一起的时候呢 我看到了 原来哦 蒙恩得救保罗 摩登三十三年 和耶稣基督这三十三年 半是一样的 分禅的阶段 第一个十一年 我们看到保罗 我们看到保罗 从来 在一个地方加开说 他总共读神诀 读了十一年 所以要服事成不是很简单 有些人说 哎呀 耶稣的十二门徒 从来都没读神诀 耶稣也是做了传道的人 传道不是那么简单 你不要以为 你读了三年的神诀 你就很了不起了 保罗不是一年的神诀 保罗不是一年的神诀 上帝用他 不是奥 什么都是靠启示 什么都是不用读的 不是 保罗不是一年的神诀 然后他是一个 这么多使徒里面 最努力的使徒 他一生当中有三次 环游步道三次 有人计算 有人计算过他的步道生涯 一生当中的步道生涯 总共走了多 你知道总共走了多远吗 他总共走了一个侧道 地球一个侧道的地方 是很多的 很远的路程 他为耶稣基督领固 到处 到处去传福音 到处做宣教室 建立教会 他总共走了 撤到了一半 然后 我们看到 最后十一年了 他为耶稣 寻找他 保罗僵死了 被人砍头 我们回来看耶稣 耶稣在三十年 三十岁之前 圣经没有讲到 他做任何的事情 他好像 干地里面的楞涯 隐藏在神里面 耶稣的生病 三十岁以前的生命呢 是隐藏在神里面 就好像保罗在读神学的时候呢 装备的时候是隐藏的 可是在三十岁以后 耶稣就出来传道 传福音 赶鬼 做神及其事 借我累累 很多人跟随他 满借我他工作 充满的佛籍 跟保罗一样 保罗的三次步道里面 建立了很多很多 建教会 带领很多很多人 是耶稣 最后 半年 耶稣被人出卖 然后 坠落被人出卖 而保罗一样 他也是为主寻他和神 我们看到保罗的神明 为什么要把这个 这个表给你看呢 我们看到一个人 得到很高 歧视的一个保罗 他的歧视完全是 他是完全让主的歧视来自卑他 让上帝的意向来支配他 他完全不想过他想过的生活 他完全 一个完全让主在他生命当中 在他生活当中 支配和掌控掌权 很多人要耶稣做他的救主 但是很多人不愿意让耶稣做他的救主 保罗就是不一样 保罗愿意让他的生命 成为耶稣基督的主宰 耶稣基督是保罗生命中的主宰 保罗的生活模式乃是基督的生活模式 主怎样的生活 保罗也怎样的生活 他意思 我们现在看到 更奇妙的是 当保罗最有用的时候 他去那么多教会步道 去那么多地方开工教会步道的时候 结果上帝把他 带到一个地方被监禁 这就是上帝做的东西 当人家觉得你最有用的时候 当你最觉得是还可以再做的时候呢 他们就把他收起来 这是上帝的地方 因为如果人家 如果上帝不把他收起来 或者他不顺服上帝 而继续这样中间 有一个危险 人家在看着保罗而开始看着耶稣 所以我们看到保罗 他有一个美好的灵性 有一个高贵的灵性 因为他是一个最重要的人物 我们来看 第一 他是一个得到很高气质的人 那么多的门徒里面 包括彼得 包括约翰 雅各 这么跟随 跟耶稣接近 跟耶稣三年半 那么靠近的一个使徒 都没有保罗领受的启示还要高 但是这个得到高气质的人 他没有目控一切 他没有说哎呀 了不起 他没有说哎呀 用高姿态来去展示自己 我们看到保罗总是谦卑的 他有权柄可以吩咐人家做任何事情 可是圣经《非利文书》里面给我们看到 保罗是凭着爱心 求爱心 我们看到 耶 保罗呢 也愿意让基督的生命 在他这里 在他生命里面 来充满 不只充满呢 而且也让基督的生命 从他里面领不出来 第三 我们看到保罗的生命呢 他充满着十字架的印记 有伤痕 愿意被十字架 而不是空谈 空谈一个道理为主 而是他生命当中 能够流露出 彰显出 基督十字架的答案 让我们站一起 让我们站一起